今天我们还是加龄 那累计到现在确诊人数是261人 那近5日的核酸检测是在0.05 我们的全平均的是在阳性率是在0.42 已经完成筛检数是62,185人 居家隔离人数是72人 累计居家隔离人数已经到了2,996人 平均每位确诊者居家隔离人数是11人 你会觉得我们确诊0 为什么我们的还不断的有这个筛检 因为我们有6个乡亲 他是跟我们访聊这边有点接触 所以我们也扩大筛检才会增加这么多 好 再跟大家回忆一下 所有我们这段时间来所经历过的一些传染链 目前传染链大概都0 这几个七八十个再把它清零之后 就确实是目前就可以清零 因为确诊人数是0 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足迹的 好 来跟大家报告我们最新疫苗的一个状况 AZ到彰化总共有96,800剂 扣除第二剂我们预计留4,800剂 所以应该施打的部分是在9万2,000剂 到7月2号我们统计施打的是9万1,548剂 所以已经达到99.5% 所以有人在传这些这个叫做假讯息 我们希望大家都三点可以准时来收看 你就知道我们每天疫苗的运用 因为在疾管局跟我们这边的时差落差 还是会有两三天的一个落差 好 再来这个是我们这一批 我们当时AZ第二批26,500剂 我们也施打了26,048剂 完成率是在98%了 好 再来跟大家报告比较新的 因为今天开始我们莫德纳是今天开始来做施打 那中央指挥中心第一批分给我们 是预计有55,300剂 但是它是本能配给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秋头是7月1号给我们的 第一批有33,600剂 那7月5号我们就配发 再会再配发第二次21,700剂 所以总共第一批会给我们55,300剂 那我们第一批要打什么人 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在打的从7月2号到7月8号 那我们75岁到84岁符合接种年龄的有44,356人 那我们只有33,600剂 那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波 下一波我们会开始来施打73到74岁的 那这个部分符合的人有15,643剂 那这一波我们也已经在造册了 我预计在下周一就会发放来通知 我还中学一遍 我们现在在资的是75到84的中备 那另外后一波是73到74 我们现在已经在造册 造册之后会再给你通知 所以你不用烦恼 我们会依照年纪一波一波资 好这个再次跟大家讲 7月2号到7月8号 这段时间都是打莫德纳的 总共有33,600剂 但是有44,356人 要资的请你较快的 好 一样我们怕你失去 还是说我们的中备 你想要知道你施打的时间跟地点 你可以打我们的上我们的这个QR code 就可以查到打了你的身份证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分配到哪里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卫生局很勇心的 他没听说大家都来 你这段时间来 很多人会等我们担心群聚 所以我们的工作同仁 跟大家依照你的所在地 分配到附近的医院诊所 或者说一个比较大型的 我们自己的自打站 或者说是到比较偏乡 我们还在社区做我们的关怀施打站 好 一样 我们有26家的医院151个诊所 卫生所有27家 快打接种站有6站 关怀据点有54站 我相信7月2号到8号 我今天去训练都真顺 而且医生说 现在越来越顺 速度也是越来越近 所以拜托我们符合资格的长辈 依照通知单上面的时间地点 我们来去平衡 还是说真顺 还是说给你交代的所在 我们来去那里注射 有的说我时间多了 那时间跟他说10点我不行 不要紧 你跟他打个电话说一下 你跟11点起 现在可以的时候 但是就是要先跟他说 让他去做条都 还不说一堆人都同一个时间 好 来 你打摩托那 要注意什么 来我们来看看 第一季常见的副作用 第一你住的所在 可能会中间有痛痛 这有8分之80 你会感觉很烂的 有35% 你的肌肉会痛有28% 关节会痛有5% 注尿以后会发生的大概3.3%而已 通常不会超过2天 那还有的注尿以后 还有肯定会痛会症 这个部分 这是常见的副作用 我们这里注意看看 那可能三星的不良反应 比如说有新冠手背 就是症的症的症 再来颜面神经麻痹 再来部分年轻人 可能有心肌炎 但是现在我们都住中背 更不用烦 好 再来我们要怎么解缓 这样的症状 第一 多喝水 你喝水促进代谢 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但是不可以做会比较重的事情 第一 不可以喝烧酒 第二 不可以做剧烈的运动 记住 你煮完以后 不要喝烧酒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好 第一季跟第二季 间隔时间是28天 是28天 那疫苗的种类 是这个mRNA的一个病毒 那结合两剂的保护力 是在80到94 好 那如果你的疼要怎么 你会用一个干净 而且是湿凉的毛巾 跟这个地方 跟他稍微量量一下 15分钟 那你手背可以稍微活动一下 做一些减缓的一个 这个减益的舒展运动 最重要要大量的开水要喝下去 你要来煮的时候 记得要油的 也油的的时候就会穿榜 好 再來 煮完以后会先要求你 做15分钟到30分钟 这就是针对你的过敏的人 他可能有很大的欢迎 这15分钟到30分钟 在我们这个 这个煮的所在稍微停止 我们的后总控 他先就发现自己做处理 好 再来我们来说 批发市场防疫管理措施的一个建议的指引 第一 这个针对市场的部分 有要人员的健康管理 比如说在桌子吃饭都要说得很清楚的 你要做自主健康管理 你的定期抗原和核酸的一个检测 然后鼓励施打疫苗 下载台湾社交APP落实我们的这个细胞简讯的一个发送实名字 再来人流的管制 他有给我们规定1.5到2公尺是一个距离 然后他有一个面积 依照他的面积来算人口总量的一个管制 单于出口 以及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的人流管制 定定 再来你就要落实首部的一个这个卫生 那以及个人的防护装备 环境的清洁消毒 这个部分现在都有指引 所以你是批发市场防疫的部分 请你完全依照这个指引来做 好 那还有一些部分有三大应变措施 对于风险对象的一个管理 比如说进行居家隔离病採检 还有指标病例统一摊商的工作 这个都有做很详细的管理 那拜托我们想要这个批发市场的部分 那请你一定要尊重我们这个指引来做 那我知道大家很多雅琪也有在说 说是台北新北可以 我给大家报告有请我们的金律处 去跟我们雅琪的老闆 先去跟他们说 他有法度做到什么的防疫 那如果他能够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这边也会适度来做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业势 只有一间是合法的 我们现在不管这个部分 就是你只要能够给我保证做好的话 我们再研究是不是能够来开放 不然就是完全依照中央的程序来做开放 好 再来从7月2号开始 12点起国境防疫有四大措施了 第一个陆境全部都要做PCR 这我们说一年多了 现在终于了 陆境全验PCR 检疫14天 那高风险的7个国家 一律是住进集中检疫所 那其余的旅客 你可以住防疫旅馆 或者自费住到集中检疫所 差点说你在集中检疫所 靠医生自己看过 好 那哪7个国家 巴西印度英国秘鲁 以色列印尼跟孟加拉 那防疫的期间 检疫的期间 还要做一次快塞 期满要出来之前 再做一次PCR 这样我们就更方便 我们这个路径先管制好 台湾境内再清零 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配合我们的疫苗的注射 慢慢我们就能够回到正常的一个生活了